烟花爆竹带来的不仅仅是空气污染还有意外事故 那昨天天津一个小区门口发生了一起因为燃放梨花导致的爆炸事故 四辆汽车完全烧毁两名群众在爆炸中受到波及受伤 目击居民介绍当时一枚正在燃烧的梨花倒地以后 火焰冲入存放在烟花的车厢 导致车厢内烟花爆竹全部被引燃 随后发生爆炸起火 那受爆炸引发的气浪和汽车碎片冲击 紧挨着爆炸发生点的一幢军迷楼外墙玻璃 几乎琐胜无几